大家好 我是混水 欢迎comment like share 最重要就是按一按订阅的小铃铛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金融的黑幕内幕真相和分析的话 也都欢迎订阅我的patreon 最近我的patreon教别人如何利用个人理财财机 可以免息分期套大概超过30万左右的数出来 都帮助了很多人在现在一个经济困难的阶段度过难关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订阅我的patreon了解多些 我亦都开通了payme的点场和打伤服务 所以亦都希望可以得到大家的支持 我们第一次做直播 脱漏就有点了 希望大家听回重播的时候不会觉得很奇怪 突然之间有些人声 然后有flash来flash去 没错 今次是我和90后投资经理阿妍 第一次去和大家做一个直播 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多支持 我们都是要强调我们没什么道德的人 我们是商业型 大家不要给太多满口仁义的东西 就加注在我身上 我们的帽子就再不起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会很无耻 把我们带货的链接放在checkroom那里 希望大家都多多支持一下我们 无论是货金给我们也好 Payme打赏也好 打赏这个字我都要更正一下 就是我有一位朋友 忘年之交 点头之交 但又是忘年之交 他就跟我说 你不要用打赏这个字 你用另外一些譬如 我不记得他说用什么字 总之他说不要用打赏 他说赞助 他说赞助会比较适合你的 那个说法多些 他说你做的内容又不是没有质素 你用打赏就好像在乞求别人的支持 但其实我没什么想到这个问题 还有我觉得打赏赞助的距离又不是那么远 也不要想到太黑球 那一位就是刘家厨房的刘雍刘先生 他跟我说你不要用 还有我们也有下面一些大货的like 可以多多点击多多支持 阿然是90后投资经理 他自己也有他的投资服务 如果大家对于投资上面有任何的疑难 或者有任何的需求 你也可以填下面那张Google Form去找一找阿然 那我自己就有Patreon Payme的赞助服务 亦都可以点唱的 你可以Payme 给多少钱都玩东西 就行了 那你Payme完我 跟着可能有些message 你想公开去说的话 那我都希望用我们现在一个 小小的平台的力量 可以将你想说的message 就说出去 就有点像以前电台的那种点唱服务 可能是百謝 就是尽数心忠诚 不是我们这个年代的 就是那种模式 而且我自己的Patreon之外 都有Fortune Insight Prime 我亦都有我的电子书 顺便都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亦都有朋友开始说哈喽 那我们都会将我们的link 就贴上去 那就希望我们今次的直播 叫做se run 就顺利了 那我们由什么话题 开始讲起先好阿然 我们说一下近期的新股市场 我们看到其实香港的新股市场 就好像有些翻山的迹象 那当然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大市是夹上来的 虽然这一两个礼拜 这个礼拜是赔了一点 但是始终的气氛 也是挺好的 因为大家都冲景着 一些内地北水的救市政策 那你就不能够否认 现在主导至于香港的大市 始终是跟那个美国 就是20年前的情况 就差很远 因为20年前 和美股的correlation 是大一点的 但是现在这十年八载 和美股是基本上 可以叫做背道而驰 反而你和A股的情况 是更加相关性 是比较高一点 还有内地有一些政策 是利好香港股市的消息 一传出的情况下 你港股都会夹上去 在这个背远之下 很多新股的盈购的情况 或者一些声势 都是表现得挺好的 是 那新股那边 我都买你的那个说法 就是多了一些大陆的资金 因为香港当然股市是很差 大家都 witness到的 我们都差了三年有多了 我们的股市是跑输全地球的 我们的PE 反过来也是最低的 所谓物极必反 你会看到现在的那些新股炒作 可能就是有很多的资金 肚饿了很久 饿了很久 那就要找一些股票的概念去追逐一下 还有新股本身以前大概一个月都可能有十多二十只 现在说完可能一年都只有十多二十只 所以其实那些资金会没有那么容易分散了 它可以集中攻击或者集中放在一只股票身上 那结果就会有一些的even创业版 都会超压认购过千倍 甚至乎就是认购完之后都会有一个追逐夹上去的一个升浪 又或者呢 为了令到整个市场看起来好一点 我想各路的英雄 包括那些做ECM的朋友 都不敢在bookrun的时候 将个价定得那么进取 可能都会留一些水位 给后来居上的人有一个炒作的空间 那我觉得是等等的因素 就令到现在的新股市场就比较热翻多些 最主要就是大陆的那个救内房的政策 亦都是带动了气氛的 它救内房的那个方式 大致上就是政府包底 或者政府去买那些叫做不良的资产 因为内房建不了那些楼 都已经default成为了不良资产 可能是直接买 又或者是注资到银行 再用银行去包底去买上去 无论是哪一种措施 其实都是令到感觉改善了 到底它是不是真的救到市 是可以去再想的 但是起码气氛出到来 那现在我觉得市场 是没有大家想到那么惨的 最惨的日子都过去了 但是当然我们都是审慎乐观 不敢说会上回4万店 我觉得短期都未必做到这一件事 即是有一些既定的伤害 既定的伤口 需要时间去止血 内房呢 由低位到现在都升了几倍数的升幅 但是距离它们的高位呢 都还有倍数的差距 所以呢 现在叫做止了血 但是呢 就未必说100%改善度 那么大致上有这样的观企与看法呢 都大部分都很同意 因为始终你看到现在 其实指数由低位夹上来 都是夹了几千点 当然你看过 Absolute Value 几千点的确实是一个 都挺明显的升幅 但是距离那些高位 即是三万多点 都有一大段距离 始终你都不是一个 叫做好热炒的市况人 但当然比起低位呢 的确实是升幅很多 还有你见不到一些很juicy的概念 在市场上出现 例如你会见到美股的牛市 这几年来 每一次牛市 即是破顶的节奏上面 都有一只带领着全大市 去升的一只股票 之前就是Tesla 当然今次牛市的主角不是他 变成是Nafidia 但香港那些 虽然你见到 大市的确实有个低位的 但你见不到一只龙头的股票 去出现 或者一些很juicy的概念 去带领着整个市场的升幅 所以总结就是 现在只不过是将一些 失地慢慢修复了 将市场的股值 慢慢去到一个正常点的位置 但你说真的去到很高很高的位置 有机会破顶 暂时未必见到 整个大环境有这个 基本前置在那裡 是 所以都是那句 审慎乐观 我自己都是审慎乐观 因为最近有一些自己个人失误的操作 所以都没有得远天尤人 现在大概在18点左右 就比较牛皮一点 我想都是大家在等走单边 现在就先炒着上落 对于玩波幅 可能是棋子 或者衍生工具的那一帮朋友来说 现在算是有点难炒的 因为又不是说发得激 发得激 可能都是几百点的上落 就是二三百点的上落 其实都很难找到成的 如果你说发得很激 无论是走单边 升也好 跌也好 那些就可能会 比较容易一些去炒作 这个题目 你还有什么的跟进 都大致上是这样的 你看到现在整个状态 都是把一些股值很低的股票 炒回来 就是由之前的低位到现在 18,000左右 有些收息股 其实是 你看到一些股值上是收服了 最主要原因当然是 上面就之前说 欢迎了一些内地人 买卖香港股票 收到那些股息的股息 所以你看到炒给那些股票 很多都是一些 每年会稳定派息的股票 其实你看到在真的低位的时候 那些股票是有8至9厘的 每年的利息率 但现在都是慢慢跌下去 5至6厘 就是要正常一点 将利息 贴近定期的一个水平 还有如果我就这样 总的问你 假如现在要你选择新股 或者你觉得有什么条件 可以适合去选择呢 创业版就好像今年有一只 难得几年都逢一样了 然后主板就继续 大家都是看到 都是用主板形式 上市会比较多一点 General 你觉得 选择这些新股 有没有要留意的地方 我觉得就 好看那个大市的气氛 因为大家知道 这些新股 其实都是短期的供应和需求 就是那个股票的基本面 反而是放在一个次要一点的地方 如果那时候那个大市是热烈的话 其实你根据那些以往的记录 或者纪录 都是那些新股是容易炒一些 其实整个逻辑就是 某些人在一些大价股里面赢了钱 那你自然有财富效应 他就愿意将那些钱 倒进去那些小一点的新股 这个是一个大前提 反而如果你的大市真的不暢旺的话 你的新股是没什么可能炒 甚至之前有些是认购倍数十分之低的情况 还有你换位思考 站在那些公司的老板 或者幕后庄家的角度 如果他知道那个大市 基本上是不刺激的话 即是不知你的股票 就算炒高了 其实都没什么人愿意去买你的股票 即是高位到接货 所以其实他们都会考量这个情况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你 看看那些股票是否小小容易吃 还是一些超额配数很高的 如果小小容易吃的话 你等于那些庄家 其实踢高的股票 成本是会低了很多 很多人就愿意在这些情况下 例如做一些火钟取栗 做一些炒股票这种操作 反而如果真的股票的尺寸很大 你就真的很难希望那些股票 可能有倍数 或者七成或者以上 这这么夸张的胜幅 但如果是在市值 尺寸比较小的股票上 你就会见到这些东西 是 我想我们这个题目 我们先讲到这里 我们找下一单的新闻 再去分析一下 好 首先也希望大家可以多些CRS 留言、赞、分享 和按一按订阅的钟 这个非常重要 除此之外 我们也有一个YouTube的80元会员计划 这个80元会员计划 是会解答大家所有的问题的 所以就留意去问 我们每个礼拜都会解答的 你问我多少问题 留多少次言 我们都会回答 非常之划 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除此之外 我们也有一个pay me code 就放在影片的左上角 也都放在comment和capture 如果大家觉得我们的影片做得好的话 也都欢迎去打赏 我们也会多谢一下打赏了我们的朋友 这是一个点唱的环节 就是如果你们有一些message 希望借我们的平台可以说出去的话 欢迎pay me打赏我们 我们也会把你想说的message 公布开去 所以呢 如果你有些特别的东西想点唱 想我说出来的话 亦都可以去pay me打赏一下我们 只要不犯法的话 任何东西我们都可以说的 除了我们有pay me之外 我亦都有一个patreon订阅产品 patreon订阅产品 就会爆发到黑幕内幕 还有最近有一个30万面试套演的才记 我就放在patreon产品那里 但是具体的做法 你就要订阅我最高tier 就是95或以上的tier 你才能听到到底具体的操作是怎么样 因为都有一些复杂的 我用了超过一小时的时间去解释整件事 但是如果你想听一个简单的版本 你就订一个简单的版本 但是那个简单的版本 你得到的东西当然是简单很多 大致上可能没有以前那么优惠 但是如果你想听一个复杂一点 令到自己那个财务再松动一点的 就是理财财技的话 你就要订用一个比较高阶一点的版本 因为一个月可以套30万面试 还可以分几期去还 然后还可以每个月再套演的话 这个财技都相信优惠了很多人 甚至乎我是教人有一种税务缴交的方法 但是可以一月的税是通到五月去交的 也都令到很多人都舒服了很多 那我想这些东西就 大家可以再订阅我多些或者了解多些 那除此之外呢 阿妍我就教人家怎么省钱 又或者教人家怎么做好这个理财财技 那找钱的东西 就反而阿妍就更厉害了 虽然我都找到很多钱 最近在Forturn Inside Prime里面的股票都中得很多 但是阿妍她的那个投资回报就真的非常厉害 这些都是可以升到过倍的 那如果大家真的要把握一个机会的窗口的话 那你就可以在下面Google 就是有张Google link 在caption和留言那里填一张form 那就和阿妍了解一下她的那个投资策略等等 就和她了解一下沟通一下 因为我自己都相信 真的这一年怎么也好 你一定要找到方法去多些钱 因为今年的机会窗口就只有现在这一刻 之后那四年我相信是会比今年更加难去找到钱 那大家一定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这样